再來第二個的話,就在雲端白板上面 找到那個我們的這個成語,我剛剛整理一個成語 這個成語的話,它是一個文字檔,就類似講這樣子 可是問題來了,如果你要查詢的話,第一件事情 你可能要先把這個資料怎麼樣,先放到Excel裡面 因為目前它是一個文字檔 那首先的話,請各位把這個成語把它下載好了 或者你們也可以自己在網路上找找看有沒有類似的成語 那當然呢,如果你今天要做個查詢系統之前的話 第一件事情,你要先把它轉換成表格 然後放在Excel裡面 OK,如果你今天它不是一個表格 那你要把它放Excel裡面的話,會是問題 只是說我們要怎麼樣 所以待會的話,請各位呢 第一步先下載這個成語好了 或者你們網路上找找看 Google一下有沒有什麼成語 成語全文 或者成語什麼之類的資料可以下載吧 反正我們主要是希望能夠做一個什麼 成語查詢系統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輸入哪個關鍵字 那個關鍵字裡面 成語裡面有哪個字的 然後呢 我就像今年是什麼年 狗年嗎 牛年嗎 牛年 是嗎 啊 新年牛 比如說成語裡面有牛的 有沒有 什麼什麼牛 九牛一毛 是不是 它是什麼 它是什麼 它什麼牛 是不是 假如沒有 比如說像常常 會出一些類似像這樣 拆燈米遊戲 來看 比賽的話 誰 哪個關鍵最多 那就 誰 誰就 算 而且 大家通常會認為說 這個應該是中文系 的優勢 有沒有想得出來嗎 想不出來 沒關係 你趕快 看有沒有一個東西 最好是手機可以查 輸入牛 馬上它可以把那個 牛相關的典故資料 全部都秀出來的話 那會更好 可是問題現在是沒有啦 那我們怎麼樣 如果將來以後 如果你需要一個 查詢系統的話 那該怎麼做 第一步的話呢 你需要把什麼 把沒有規則的資料 變成有規則 那這個規則就是一個表格 所以以後 你們會面臨到一個問題 如果這個資料給你的時候是沒有規則性的資料 那你需要第一件事情就把它整理成一個表格 你才有辦法做 後面的查詢功能 所以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要來做一個 成語的這個練習 怎麼樣把這個東西變成表格 再來的話 關於你們下個禮拜 其中 其中的部分 同學一直來問 上禮拜一直問 那我一直在思考說 到底用什麼方式比較好 那我本來是想說 用考試 上知 結果 再說一下 其中部分 我正在助轉個關 也許做一個 什麼什麼查詢系統 也許李白師查詢系統 好不好 第一件事你就需要 先把李白師先找到 李白師很好找 真的網路上你找一下李白師 有網頁其實都已經幫你把它收集到了 當然你也不一定要做全部 你可能做李白 李白師可能太多了 也許李白師的部分 然後你當然第一個 第一件事情就是先要把這個 資料先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表格 也是Excel裡面可以放的資料 所以這件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再利用上個禮拜 跟這禮拜講的 就是把它做一個查詢功能 那我需要什麼 以後你就是 我交一個Excel檔給我 那我打開之後有一個按鈕 那我按下去之後 請輸入 關鍵字 比如說我可以查什麼 查裡面的 像什麼 詩的名稱 有沒有 第二個的話就是 查什麼 查那個 詩的 關鍵字 比如說詩裡面有什麼關鍵字 像李白裡面詩常有9 沒有9 好像他無久不關 或者是他很喜歡就是 對酒當歌嘛 然後常常就是喝的醉醺醺醺的 所以他其實還蠻浪漫的 裡面的話有沒有跟酒有關的詩 到底有幾首 有沒有 李白詩 或者你覺得李白詩人太到 身心浪漫 有點像徐志摩 放蕩不拘 你不喜歡 沒有你可以做杜甫 杜甫的話 他憂國憂民 也有杜甫詩 杜甫詩一堆 如果你不喜歡詩 沒關你做詩 你可以做 舒適詩 網路當然也有 或者 你不喜歡舒適 你喜歡心濟集也可以 愛國詩人 或者你喜歡 李清照 像現在我覺得 女性主義 還蠻高漲的 你覺得 那時候的李清照 其實也不錯 那 也就是類似 做 類似這樣的一個 茶菌系統 或者曲也可以 因為他基本上結構比較單純 如果你要做某一個作品的查詢也可以 反正你就針對第一個 你找一個你喜歡的作品 做出一個查詢系統 這樣子就可以了 然後呢 第一個檔案就是一個查詢系統 用以sale做 第二個的話呢 交一個簡單的報告給我 大概500個字 裡面的話敘述一下你為什麼要選這個 這個題目 OK 那你製作過程 稍微敘述一下 製作的結果 有沒有什麼樣的心得 大概寫一下 OK 或者有沒有一些延伸性的 你發現說原來 這個人文相關的東西不是 只能夠 在紙本上面 還可以 把它變成數位化 然後將來可以延伸 以後延伸東西 你可以思考一下 有沒有什麼還可以延伸 你想做的 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當然我是覺得 很多時候 現在各行各 各個領域呢 都需要跨域 有沒有 你可能要跨出去 像你會發現 以前念商學院的學生 其實不太需要 接觸到那個什麼 電腦或程式 那現在的話不一樣 因為現在政府在推那個金融 數位金融 因為你會發現 現在很方便 那個以前可能 都要到銀行去辦 現在就不用了 現在其實手機都可以辦 你要轉帳 當然領錢還是要到那個ATM 不過其他都幾乎不用了 而且甚至現在呢 你要開戶 手機都可以開戶 有沒有像很多 像現在 連買股票也是一樣 有沒有股票以前 一定要是到什麼證券公司 現在不用手機都可以開戶了 而且現在還可以零補買賣 也就是說你不一定要買一張 1000股的 你買一股也可以 可以 像台積電股票 你要買1000股的話 不得了 假如他現在600點 一張股票就多少 就60萬 對不對 一張股票要60萬 對不對 那可是你買一股啊 你買6000塊股可以 那如果漲到 600點 漲到1000點 那你 等於買一張 假如是 600塊 現在就變1000塊 如果你買10張 那你6萬塊就變 10萬塊 都是通報率還蠻高的 不過前提是要漲到1000點 那如果他跌到100點的話 你可能剛好顛倒 OK 所以其實 不過最近股市還蠻熱的 很多人都在買 然後都賺錢 但是其實 如果大家都在討論的時候 就像 插協銅的那個理論 如果連插協銅都知道說 哇 股票大漲 你可能這時候就要想到 趕快把股票賣掉 因為連插協銅都知道 股票會漲 那表示大家都知道 其實過熱了 過熱可能就是 反向超過 OK 好啦反正這個部分的話 所以最近 就是上個禮拜 剛好有一家叫 金融研訓院 他們以前都是辦那個 商學院相關的那個證照考試 結果沒想到最近他們 居然要推出 城市相關的 設計相關的證照 也就金融方面還要結合科技 然後有個找我當那個 他們的命題跟神機委員 OK 所以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找我 可能因為網路上放的東西太多了 他幫他找 跟你是有VBA相關的 他可能Google打這個觀念 找其他人都是老師的東西 好像就不知道要找誰了 因為其他的 被我洗版了 OK 所以找不到其他老師要找我 也許啦 我是這樣想的 好 當然 當然 這個 所以我們回頭來看 其中報告部分 我再講 第一個 你就 交一個茶圓系統給我 第二個的話 交500是新的 這樣OK嗎 可以嗎 可以 還是過可以考試嗎 好啦OK 所以我們在這樣確定 有沒有問題啊 你們做的東西實在太龐大了 比如說你要做一個紅螺夢 紅螺夢100萬隻 紅螺夢查軍系統 當然一個人沒辦法 所以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做 像紅螺夢總共 120卷 120卷裡面 大家有一個問題 到底是不是 都是同一個人寫的 OK 作者是誰 我們作者 曹雪琪 然後就有人一直懷疑說 前80卷是曹雪琪寫的 但是後40卷可能不是他寫的 所以要怎麼知道說 到底是不是他寫的 結果怎麼樣呢 就好像國外有一個 漢學家瑞典克 忘記什麼名字 他就做了一個什麼 磁頻分析 怎麼樣磁頻分析 就是 前80卷跟後40卷 出現的磁哪些最多 然後用磁 到底也沒有 以某一 後來發現的結果 出現的那個用磁 磁頻喔 居然是差異還蠻大的 他是用那種 數量來看 這個到底是不是 同一個人寫的 後來發現 磁頻 這個不太一樣 所以得到結論說 應該不是 同一個人寫的 你們可以針對這部分去 Google看看 其實有蠻多 這方面的爭論 以前有人說是 同一個人 有的說不是 那怎麼辦 而且你可以用數量去統計 這也是一個方法 至少比較科學吧 可是問題 你要怎麼去做磁頻 第一個你還是要先把 《紅蘿夢》 的全文 先放到 類似以色列裡面 讓他跑跑看 然後去切割他的磁 有沒有 然後 查的話 就有點查詢系統 有沒有 你前八十月後 你就 先指定幾個常 你先把幾個常用的詞 先抓出來 然後分別去做查詢 得到的數量 告訴我一下 這也是可以得到 一個 相接近的東西 那我們今天的話 就先做一個類似的範例 就是 成語 第一個你會遇到什麼問題 你們先把這個成語 把它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你們找一下這個成語 打開來的話會有個問題 你先把這個成語 先下載 因為我故意放一個是文字檔 那也就是第一件事情 我們要如何把文字檔 變成Excel的檔案 OK 或者你也可以下載成Word的檔 不然我們乾脆先下載成Word的 不然的話 這兩個其實你們都會試試看 那我們要解決 兩個問題 就是解決第一個問題 就是如何把文字檔 變成Excel檔 方法好幾個 我們逐一一個 來了解 當然我們先用Word來完成 比如說檔案這邊有個下載 下載的Word檔 把它先儲存 我把它存在桌面上 第一個 第一個的話你把它開起來 我們就直接用Word來開 Word 如果是存Word的話 怎麼做 你會不會打開 這邊啟用編輯 打開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它的結構 它的結構有沒有固定的地方 這邊的話基本上 應該有幾個什麼呢 成語 成語在這裡 然後再來 我把它放大一下 這邊有沒有加號 那你可以觀察一下 它有個固定規則 它這個的話呢 其實就三個欄位 一個欄位是成語 一刀兩斷 有沒有 第二個是解釋 這什麼意思 解釋一下 這個是 堅決 斷絕任何關係的意思 有沒有 然後再立句 後面換行 立句在這裡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它有固定的規則 有沒有 123 那底下也是123 那中間的話呢 一定是用豆點隔開來 然後最後的話 這個有個Enter 換行 有沒有 123換行 123換行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要把它變成表格的話 有沒有什麼比較快的方法 當然 不是說叫你先畫個表格把它分別填上去 像 如果你不會的話 之前比如說 插入表格這個應該插入裡面的表格 你說123 然後就分別像這樣 比如說123 那就1 放進來 2 放進來 對 那你這樣放多久 OK 所以 如果你假設要把它轉換成表格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 利用那個 Word裡面有個功能 不知道各位用過 就是 叫做什麼 底下有一個 有沒有看到一個關鍵字 什麼 文字 轉換為表格 有沒有 那什麼叫文字轉換為表格呢 其實就是 所有的文字就剛剛這個地方 它不是表格 但是它有固定規則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這個功能 把這些資料 變成一個表格 所以這個功能還蠻好用的 這個是在Word裡面的 那怎麼怎麼用 首先第一個 你會發現你現在是灰色 沒辦法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告訴他資料在哪裡 所以第一件事情 請你把資料全部選取起來 全選的話在哪裡呢 其他這邊有個常用 常用裡面 在這邊什麼選取嘛 這邊有個全選 對 你居然會這個關 我本來要講 Ctrl A OK Ctrl加A就全選 OK 你們有學過嗎 自己摸 OK 所以這個 快速鍵一定要記起來 因為Ctrl A 當然是 這邊也有啦 但如果你忘記 你可以從那個什麼常用裡面 這邊有個選取 這邊有一個叫做全選 後面也一樣有個A Ctrl A 對 第二個的話呢 把資料全部選起來之後 在插入裡面找到什麼 插入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它本來是灰色的 現在就可以按了 但是它底下有個說明 它這邊有說明什麼 將單一文字欄 切割成多個欄 有沒有 所謂的單一欄就是說 以前你按Enter Enter的話就等於是 三個 就是等於是同一欄 這三個就是同一欄 那現在的話如果你要切割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功能 去幫你達成 然後它底下有例如啦 你可以將姓名藍切割成姓名 姓氏藍 反正底下自己看一下 還有其他資訊 那我們直接操作一次給各位看比較快 點一下 然後呢接下來你會發現 他還蠻聰明的 因為他馬上就分析出來 這個禮選的資料裡面 有一個固定的結構 而且告訴你說 這裡面的話我分析出來呢 總共會有三欄 有沒有 1 2 3 3欄 這個時候他就自動抓到了 那第二個的話呢 他問你說你要自動調整行為 最後呢 如果幫你轉換完之後 要不要幫你 去調整欄寬呢 所以這個當然我們用自動 OK 或者你當然可以 調整成內容 大小 或者視窗大小 就OK 然後呢 風格 最關鍵的地方 風格符號在哪裡 你會發現 他已經抓到裡面 因為裡面有很多的逗點 所以他自動幫你找到逗點 沒錯 中間我們用逗點隔開 所以他就會幫我把它隔開 我們按確定之後的話你會發現 他會幫我轉換成什麼樣的狀態呢 有沒有發現 他很快的 就幫我把什麼 乘雨 就放在 第一欄 有沒有 把他拉過來一點點 然後呢 第二欄的話就解釋 第三欄的話就立去 有沒有 就剛好123 不過你們可能要再檢查看看 這裡面的資料到底是不是全部都正確 有的時候的話呢 因為裡面的資料 可能格式不正確 所以他可能切割出來的結果會不太一樣 有沒有 基本上都OK了 好 如果說都OK之後的話呢 那接下來一個動作 我們就可以 把這個表格放到Excel裡面 所以 第三個動作是怎麼樣 再開啟Excel 所以呢 接下來的話 請各位開啟Excel 任何一個空白的活頁簿 然後把它貼過來 怎麼貼 特別注意 一樣選取 選取這個表格 不過特別注意喔 如果選取表格你不要Ctrl A Ctrl A是全部的文件 如果你要選擇表格記得 請你找到這個表格的左上角 會有一個什麼符號呢 特別是關鍵地方 這個符號 這個才是全選表格喔 你Ctrl A是選文件喔 如果選文件貼過去 我印象中好像會跟 選表格是結果不一樣喔 而且 會差異還蠻大的 所以 盡量用標準的方法 1 請你把什麼呢 把這個表格的左上角這個符號點一下 2的話一樣複製 複製的話就Ctrl C 或者按右鍵複製一下 再來怎麼樣呢 把這個資料貼到這裡面來 貼的話我是建議喔 當然你可以Ctrl B直接貼啦 不過你貼過來他會 有一個 狀況就是說呢 他會把裡面的格式也全部帶過來 比如說包含什麼 包含 格線的顏色啦 或是大小啦 那些格式 那我一般習慣是我不喜歡 那些格式 所以我會怎麼做呢 我會把這個格式 做清楚 所以我選擇性貼上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符合什麼 符合這個 符合這個Excel裡面原來的格式就可以了 他會把 我們裡面的格 有沒有他原來框線拿掉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就是你貼的時候你可以用選擇性貼上 按右鍵嘛 選擇性貼上 然後選擇什麼呢 選擇只有文字就可以了 兩個方法你可以貼完之後 去選那個標籤 要不然就是用選擇性貼上右鍵選擇性貼上 然後呢把那個什麼 把這個功能選擇文字按貼上也可以啦 你會發現貼過來也是 一樣他不會帶有那個其他的那個 相關的 再來的話我們可以把這個三個 這個資料的寬度稍微調一下 大概調這樣 一半一半 OK好 再調整成 A欄 B欄 C欄 大概長這樣 不過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 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說這個 力距的部分 他有時候力距特別的長 像這邊的話 他會折 到 這個右邊去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希望讓他可以自動折行的話 有沒有可以 自動折行的話 那再來你可以選 C欄 按右鍵 除塵格的那個格式 找到有個功能叫做什麼 對齊方式 把它選擇什麼 自動換行 OK這個地方 蠻重要的 因為如果 假設你資料特別多的話 記得 把它全選 C欄 當然B欄如果有同樣的狀況 你也可以用自動換 自動換列 那他就會怎麼樣 按確定說的話 他就會幫我把什麼 像剛剛這個 太 折到第2行的話 他就會幫我把 原來在這邊的資料 放到第2列的位置 這樣看起來 資料會比較完整 OK 所以第一個 請各位試試看 把那個 剛剛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這個成語 記得我是直接下載成什麼 Word檔 然後直接在Word裡面 應用 剛剛講到的就是 插入裡面有一個表格 叫做文字轉換為表格 來試一下 畫面先畫給各位 看起來 また 我 記得 賀